大家好,本技巧将介绍如何为图表添加网格线的操作 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图表,在背景中添加网格线更有利于数据的查看和比较 使表格更视觉化,下面介绍在图表中添加网格线的具体操作 选中图表后,签换至图表工具设计选项卡 选择添加图表元素网格线 主轴主要网格线选项 然后单击图表元素按钮,勾选网格线,主轴次要水平网格线,复选框 使用相同方法,在步骤二中选择更多选项,选项 打开设置主要网格线格式导航窗格 设置主要网格线的颜色 选中图表中的次要网格线 同样方法呢,设置网格线颜色后,查看设置后的效果